词曲 杨茜茜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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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不是 你们吃没吃房间 在这儿吗 没有 你说不好吃 他们在四川 晚上请你们 对对对 哎呀 老板 要见面了 唱歌语 到了吃戴炸鱼的季节了 这次戴炸鱼 今儿的灯光还行 来 说一个好久不见 来 四位的饮料 徐哥的啤酒 二位球员养生的 来吧 值此中秋佳节 节日快乐 身体节日快乐 干吗 好久了 好久了 舒服 采香你放着脚下 自己来 我们可不就采着喝吗 采香喝了 对 喝完不让走 你们俩是辽宁人都比较能喝 你是江苏 你就是江苏人 祖籍江苏的 对 江苏酒量也可以 对啊 咱们试过了吗 那徐老师觉得是见过世面 又在东北喝过 现在又在上海 对啊 哪里的酒厂你都见过这个 澳洲的酒又好 酒量好的人也得 是 我们有一次导演比赛在悉尼 然后距离下一场比赛 还有将近14天吧 两周的时间 然后教练员就让队长带着我们 马上把你们去酒吧 他们是一杯 Red Boom 那个我的鸽加红牛 然后一杯那个 那个那个英国 也是高度的啊 反正一套一套的上 哎呦真会喝 喝到后来喝到12点 我跑了 我就受不了 再停 这停不住了 谁 欢迎各位来到两天 当面介绍一下定规律 在聊天的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歌等一切 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 即被视为犯规律 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欺负人这规则是吧 是不是 这有点 是不是欺负人 你知道 找跟我平辈的也行啊 对不对 说你们俩是差十岁 他们俩 外号他知道的 胖子 就叫胖哥 我要叫说胖子 对 都可以 就叫胖子 关键是叫完胖子 我这估计 这期节目播出去 我得上海挨好一顿 走不出去 那时候04年 当幕一年队友 是吧 对 那时候在队里就叫 就直接叫胖子吗 这直接叫 我估计应该没有后续的职业生 就那个时候刚见他 但是你是有什么感觉 那时候我跟毛岭青 我跟小毛 我们俩住二楼 04年吧 对 我们俩住二楼 但是02年 我们就已经上一队跟着练了 当时呢 就是胖子住三楼 那会儿的三楼生花楼那三楼 一般人上去不了 真的那个三楼那楼道都不敢上 三楼那楼住了谁 什么大神 别套路我 没事 听套路我 我叫那个阿里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外园 对 外园的那一方面 阿尔卑词嘛 阿尔卑词 对 阿尔卑词 马丁 马丁 佩特 佩特 对 这是外园 完了以后国内嘛 然后大张 是吧 大张 对大张 大张不是 全是马肯 对 对 战神 那都是对你来说 那都是大神机悦了 那是真的 你不理解我那时候的心情 这个都是我们圈里的 这个著名的这个雅号 老板他们要来做节目 你这酒估计得喝光 这真 但老板高兴了 今来那个开场白 第一句应该来个 老板你们这是管购吗 酒管购 所以当时你看到他第一眼 你为什么觉得害怕呢 气场 然后提格 我本来也小 孔亮呢 从小呢 其实那就是球队里边的开心果 一个球队呢 一定要有几个像宏亮这样 呈上几下 其实他刚才有点夸张 跟我们老队员关系最好就是他 足球传承到今天吧 其实有很多的文化 老的都已经改了 现在不打不骂了 对对对 像我那时候刚上一队的时候 那没少爱做 外业出去给老的 对吧 去买酒 94 95年 92 93全员会 大哥晚上没喝好 去买点酒 对对对 年龄 你像我能跟AC米兰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马尔蒂尼在后场 他就可以随便骂前面的小孩 他很正常 他就觉得 这就是大哥 小孩也觉得挺正常 小孩被骂了以后 他更加努力 这是足球队特有那种文化情节的 应该是有传统的 他们看到球队的时候 天天最后一个走收牌 拿球收装备 在场上你骂过他吗 骂太多都忘了 对 他们从小也被骂过来了 对对对 你看刚上梁顿队的时候 梁顿队那一帮 也都是一群上古大师 对对对对对 感觉就给我感觉那个时候的年轻队员真不好当了 确实是 现在确实是已经 舒服点了 现在到了 确实点到了 现在年轻队员太厉害了 但是在我们经历的这些以后 可以这么讲 把好的东西都留下来 足球它里边是有尊重 嗯 再一个呢 通过这个整体项目呢 他可以得到什么提炼呢 懂规矩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足球场 经常看到球员与球员之间 斗 嗯 自己人打自己 就好像说 怎么了 你你你你你你比我好 对对对对 那你说我就不行 那咱俩就要教练教练 回家教练 那那现在比如说 你现在在大学当这个足球教练 你会对这些你的学生灌输这种 学校的这个知识的环境 更应该体现这种传承的东西 因为本来学校它就是一个传承跟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呢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现在做老师跟过去呢 也有很大的区别 以前的老师呢是说 左边拿着水果糖 右边拿着教鞭 嗯 来教海 过去我们也是这么被教大的 但现在呢 老师把教鞭放下来 那两手都是他 就单纯的从知识的层面来说呢 可能是越来越多了 嗯 但从教育的层面来说呢 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家里边嘛 也也没人管你 宠着 家里都一个孩子 对对对对 真的 四个老人看一个孩子他长大了 嗯 对 你打他你骂他 不可能 传统的东西 一些传统的东西呢 越来越少 对 你看头两天出那个事就是生花的那个小周 嗯 嗯 停了一年嘛 嗯 对吧 你对教练又不尊重 然后你平时队里边也没人约束你 嗯 我说你们都知道张秀为那个酒驾的那个事吧 嗯 我说出事那个之前 李维峰天天就骂了 你别开你那个车 嗯 一个年轻队员你开个什么保日节什么的你太跳了 然后忘了会不是去那个队了吗 跟他说 我说你别天天跟你帮小队呐说什么手表 什么车 这么那 嗯 你给他们讲点这个客户训练的 对对对 他会有这种老队员哎 给你讲 然后你会少走很多的这种方法 在应该做什么 或者是什么更重要的过程当中 可能老队员起了一些作用 比家长还要 对对 那当时你们踢球的时候 你算是一个合格的老队员吗 就会你跟 你会给他们讲说我们怎么训练 刻骨训练这些事吗 肯定会想 会想 我说你 你像 我们当时打左路打右路的对吧 两个孩子 我说你 这种水平能踢中小的 踢不了的 你下地穿中球都传到球门后边去了 我在中间干嘛 阿尔比斯都看不懂 他说 谁教你的穿中球啊 那你肯定下来以后就会跟他讲 对吧 着急啊 我一个北方人当时 也不像现在这么圆滑 这也是重点 对啊 当时我就 就你我说你别走了 对吧 你左边一百次 右边一百次练完再回去吧 其实你所带动的东西 他足球有足球的难过为奇 就是足球语言 你除了语言以外还有球啊 对 球来说话 最终你是到场上你的表现 让所有的队友信任你 让我们这次去学习 嗯 我们去学教练学习分 教练啊 我们都懂 老师就说了 场上是一个人 对 从一号到十一号 你最后统计拿球最少的 肯定是最不受信任的人 很简单我把球给你就丢 那我还得抢 就不给你 一次两次我就不给你了 现在有的时候 看外园跑到那个 那个替补席 告诉主教练 把他给我换下来 对对对对 有这样的 有啊 其实你们仔细看 其实真的是有 而且很常见的 基本上 所以说一个老队员的重要性 就在这里 李皮也是一样 他用真知 为什么怎么用 没他就不行 没他 你也不到一起去 因为什么大家都在拍马屁 咱俩在车上也在聊 对 你这么多钱 对没错就是讨论这个 开什么车 是是是是 现在而且在年轻球员的身上 特别多件 而且现在是 其实那个时候呢 保护多于埋怨 我们讲的那都是细节 就是说你一个技术动作 或者是说你六号 就是说你你到球场来 你在想游戏 那我作为老队员 我肯定要说 他觉得到这么一个 感觉火爆 爆脾气这种 你现在当一个大球老师 这太奇怪了 但以前的形象也很不服 以前这种长发飘应 现在就真的是一个学者的感觉 现在骂学生吗 现在怎么讲呢 不管不骂学生 连自己也不骂 所以你要求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做不做得到 就我在学校 这三年多四年 我是每一天没有迟到 没有早退 不可以生病了 对 你一请假 你说我今天发烧 我来不了 行了放假了 所有人就是开心 所以说科技福利 这几个字就从这里来 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 首先你自己能做到 您在学校里面 现在就是上班的话都干嘛 就是过这种朝九晚五的日子 上课吗 也上课 既在高的体育能队 平时公共体育课呢 一周五堂 我也不拿 属于这样 所以你们俩现在都算是 都拿了教练证 都是教练 您也是 都是教练 都是教练 如果是教练的更好 上面的人才才会出的越多 校园足球也会更好 像我们一直说的 日本的那种高校联盟啊 多好的氛围 其实咱们也在 可能要通过十年二十年 对吧 从一个职业球员 转变成教练员 这个过程的方式 但是呢 我从事这个 教练员的 这个 这个已经十年了 是的 因为我08年退下来 我感觉这个十年的这个时间 也 也跟我退去我过去的这些 所有的光环 因为我从来不坐地铁过去 从来不坐公共交通设施 08年从澳洲回来以后呢 我开始接触做公共设施 这个时候是因为收入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吗 还是说你就想去尝试这样的生活 想尝试 因为过去你知道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金字塔里的 就说你打电话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为你身边很多朋友可以帮助你 喜欢你的人不喜欢你的人 他都愿意帮助你 因为他出击艺术我帮曲上青做了很多事情 但当你退了以后呢 他马上会喜欢另外一个有光环的人 对 这个毋庸置疑的 前两年看了一个新闻是 曲子岛骑摩摆单车都上新闻了 昔日国矫径沦落至此 有点是不是 有的球迷啊上海球迷啊 坐地铁跟我到家门口 最后追上来 他说你是去上青 我说我是去上青 咱俩拍个照 做好拍个照片 挺好 有一次骑摩摆上学校 有个骑那个电动车的一个年龄蛮大的 因为喜欢我的吧 都是老头 年龄大的 追上来了 他一边跟着我在那骑着 他说你怎么混成这样 现在 他说师父能踢球啊 我说大爷 我说当心交通规则 你以前太在乎自己了 现在你更应该在乎别人 多看看书 多陪陪家人 过去哪有时间 十年的时间 让我学会了 作为一个普通人 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从一个职业球员 变成一个球迷 我以前不上红口体育场看球的 是 从前两年开始 就开始 有的时候就会去看 去的时候呢 不是以球员身份 就是一个球迷 但这种呢 很难有人去体会这种 就生活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 从一个很方便到一个不方便 再到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 这需要很长时间 需要你放下很多东西 那这里面有很大差别 因为你在恒大那时候当主教的时候 那个职业教练 你的待遇 可能说是这种很高很高的 那你到大学里面 你到园丁是另外的一个收入 这个我考虑过 我呢其实已经 可以说生活无忧了 你不能说你再有更多的物质跟欲望 你如果说这个是 永止境的 那那个时候 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 你是主动选择离开了恒大 我记得那时候恒大 好像还没有要求你走 基于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去的时候 是由于恒大 他刚刚接手这个球队 就是从不到有 是我们这一批人 包括李章主 邱明教授 还有那个 你知道 李维满 总的教练要将分 去中心犯规 有 去了以后呢 从无到有 到最后我们亚冠出现的时候 宣布李之导下课 我们中方教练组 就觉得这个事情呢 是挺 心里面接受不了 血气方向 热气澎湃 对 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公平 不公平 第一个跳起来 给总经理打电话 总经理没接 就知道你要干嘛 肯定要找事 最后的时候 也是我第一个就是 跟俱乐部 就是这种态度 但俱乐部呢 人家 非常非常的 非常执行 非常执行 他第一个 他跟你讲的是什么呢 请你处理事情 执行 这是工作 最后的时候呢 也 就是说谈嘛 就是说 也是挽留 这种态度 因为作为一个俱乐部呢 培养自己的教练 确实也不容易 花了很多心血 对 包括我们出去读书啊 这些都是俱乐部在 无限的给我们一些支持 但最后的时候 还是自己这种 异性的这种 这种角色啊 战胜了这个 就走了 后悔吧 不后悔 这肯定不后悔 因为人不能后悔 因为不会有第二次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关系也非常好 有的时候也会沟通 包括俱乐部呢 也多次邀请 说能不能再去执教 这就是第二个话题 就是你感觉到大学当中 跟他职业俱乐部的这种差距在哪里 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就是说 当你一个人 装不了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你要把它倒出去 然后再往里面装 你像徐子老徐根宝 他有句话叫什么 陕业 陕业 就不用记了 我觉得今天就是您买单 就什么意思 就十年磨一剑吧 为什么要十年磨一剑 就以人的成长经历 就跟社会也差不多 时代也是 十年十年十年 这人也是一样 我因为我再用十年时间 我就积累 他的这个行为 让我的感触就是什么 比的不是谁跑得快 谁跑得更远 谁跑得更久 你跑得快又是没有拉了 而且就是当物质 不是他的主要生存目的的时候 他要的更多的就是体现社会价值的时候 可能是这样 但是这个也都要基于就是文化 当然了 现在足球进步越来越多 足球的这个联赛也好 各方面的广告啊 各方面很多的东西都在进步 资金也在投入对吧 收入越来越多 但是问题是我们说了 我也就是只有初中都没学 只有初中文凭 在我们那个年代你不用读书 你踢的好就行 但是现在其实说到底 那么多的外教 那么多的教练员 就在刚才胖说的这个 就是教练员让队长带着出去 大家喝一点 就是说这个其实引申到 我们说战术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教练员想跟你们 就是说热络的时候 或者跟你们走得近一点的时候 他的反过来就是 在白天是工作的时候 他希望你们更多 能理解他的技战术 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就说了 那么多的大牌教练 有多少队员 他是正儿八经 他是理解他的战术的 没有 听我的感觉二位 在发现有点高 高风润潭那种感觉一样的 老板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混乱 就是我想象不到这位 是之前以前踢球的 是这样的 是个圈马上给人的最大的感觉 就是以前我印象当中 现在是个责任 对对 教终 长发飘飘 可能今天要说个什么道理 也是带着那种喷 一句话两个三个那种 对 其实我没想到现在 已经是个儒雅的 就是大学教授的那种方 多问一句 您现在什么学历 本科再加一点 本科研究生 研究生 见过吗 我可能再过五年 我追追 我们一个固有的环节 是我们这集脱口秀 要求两位呢 给我们店里留点东西 别的东西 你说你只签个名吧 没太有意思 就留下幸福画作 您二位对话一下 又是互相不看的那种 上完就画 不用看太了解了 那个尊称又不让你叫 完了以后 还给人画画 画得像我 还回不回上海了 你告诉我 画得特别像我喜欢的 一个漫画人物 《活用忍者》里面的 小李老师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这个要讲解了 画完以后 对 对吧 这有点意思 很形象 这是个俄罗斯人 你偷玩这个人 三 二 一 你看提醒你 你也没听到这么多 在二位在乎 这个画的这个 右下角留下您的名字 为啥组合拐呢 这一看 这一看 我还是各个了解我 我这膝盖 你这不懂啊 不然我能退一吗 这几个 王空谅画作 我挺简单 我最简单 看看小亮那样 特别像 有点西瓜太郎了 一模一样是不是 我最后你贴是耳 不是牵个耳朵 你看看 少计时多 对对对 对少计时多 得有一些想象 故事全在下边也 对 你看像那种不正经的 就是装正经 戴个眼睛那种 就是你看这个嘴角 这个微微一笑 而且还有点歪 你们没看最重要的细节 这边点了个字 真的有A 你看看吧 有 这一看就好吃 可以可以可以 多在你心里来 君圣青画作 王鸿亮 是 机器小雪人 来教育一下吧 是 这个呢 第一个呢 大大的眼睛 但是没有眼珠 就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眼珠呢 宏亮呢 他现在的这个位置啊 是俱乐部的一个老总 眼睛大了 要看很多事情 看清楚的 然后呢要穿的这种 看他出来啊 都是带领子 讲球的时候啊 很注意自己形象 都是带这个领结 那个那个 是吧 这个西装 这是西装啊这是 对 我以为是猪八戒那个小脸子 这个呢 是个雪茄 这个呢 我认为呢 就是说 他左手跟右手呢 是 两个姿程 雪茄呢 是一个男人的这个 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 一种味道 是吧 右边呢 大家都知道 洪亮老师呢 他那个腿啊 过去也没提球受过伤 是吧 但是呢 这也是基于在上海滩的 一种文化 叫文明智 文明智 文明智 就是说以后执教啊 也好 就是说 揣着叫一种腔调 对 然后我把它搅画得很大 在那搬掉 对 稳稳的 而且中国一共 中国一共有两个教练 超选家 是吧 谁和谁 一个在这儿了吗 另一位 另一个李皮目 对吧 接下来一个环节 是我们节目历史上面 让嘉宾翻脸次数 最多的一个环节 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的正问反达环节 别翻脸啊 据说当初为了结婚凑钱 而卖了自己的爱车 那么在您的眼里 是妻子是不是比爱车要重要很多 不是 什么车这个 宝马320 21万吧好像 那你赔了 是赔了 就是赔了 听说您经营了一个股玩店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年龄 已经到了爱股玩的时候了 不是 你会背心经吗 会背金刚经吗 不 我都会 什么时候开始背这些东西 我爷爷就是和尚 但是这个和尚 他倒不是说是 就是纯出家的那种 那也不能由您了 对 所以说他是半路出家 以前嫁的条件不好 我跟他一窝 他天天念叨这些知道了 所以我九二九支呢 我就老听 我就后来就会背 他也盘盘盘了 以后可以盘一盘就 这是刚下来嘛 盘不好估计是合到质量不好 你得叫我这买一串 对 职业生涯结束的比较早 对 那看着和您同届的很多球员 还奋战在球场上 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有 没有 不后悔 不是 伤势哥刚刚也说了 这也没办法 这也就是我能决定的 三次手术对吧 半夜半摘除 我这个确实跑不了了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 怎么去看 当然我现在已经不能跟人比速度了 那我就比谁能够走得更远一点 您现在也在解说比赛 说实话 如果以球员的身份 会想听自己解说的比赛吗 不想 我回去我自己都重播 我自己都听 我自己听 真的听 我特别差点说 听他有时候我还跟他交流 我说今天胡亮姐说 就关了 我再听 这不是反话 这不是反话 这可以就这样 有没有幻想 如果聂波一直在神话时教 现在生涯会达到什么高度 有 还是得看你自己 当你到了更高的位置的时候 可能你会飘了 你还别说到了那个位置 在这条路上 你可能就已经给飘走了 大风给挂走了 他现在是总经理的角色 刚才在城上一直问我 你说你现在怕不怕 我说怕什么 他说这帮孩子被他整的 他现在开始担心这个事 不不 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的一批的球员 因为他们现在身下各方面收入 他们越来越值钱了 但问题是这个 我们说业务能力 球体力是越来越差 对对对 这个东西已经是 这个天平已经是不一样的 关键你现在就希望他们便宜点 到底就是不去 是这个意思吗 就来说实话 你看 行 我们这一部分很成功 没有翻脸 您在生活中 有没有碰到过 有人觉得您长得像李宗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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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一说 特别像 他们说我长得像谁 像那个 像那个 对对对 像那个 对对对 那个 好 请问您 聊小虎时期 生花时期 阿德莱德时期 在哪一个地方待得最不开心 应该就是在聊宁吧 最开水的地方 老难受了 天天在一起 老百皮有你 能受到吗 因为第一个呢 是自己徒生徒长的一个城市 这是无用正的 家乡 第二个呢 就是一帮从小到大的兄弟 真正让你觉得快乐 还有现在的回忆就是过去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 那个 对 小赵那个大皮铃 对吧 可能您家现在已经是逐线领导了 我在这说一句 帮你照 稍微羊 是吧 是吧 因为包括张艺宁 她的这种冷卧 但是呢 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她 包括李铁刚才美女也说着 是吧 就是我们都很自演 但是每天生活在一起 从小我们就 那时候到老张艺那儿 九岁十十岁吧 那么小还是在一起 对啊 那个时候背着书包 下了课 坐着公交车 要坐四十多分钟 就到了场地以后 大家自己 然后就苦练了 当然现在就获得了很多 过去快乐 很放肆 这青春啊 金玉胜 金玉胜 哎呦 这个你们确实是弄得太好了 我认为这个是我最好的一张照片 这张是吗 最好的年华 我们三个人的那个时候说三叉戟 三叉戟 其实我觉得呢 每一个人都能够独掌一面 嗯 对 而且 现在呢 各自呢 也非常的踏实 嗯 我感觉 确实要么 看到过去 这个 非常幸福 今年和马铭雨 欧楚良 徐扬等老球友 参加了俄罗斯传奇 超级杯比赛 那客观评价一下 谁现在的状态 身体最好 今天就我了吧 啊真的吗 因为长期执教嘛 就是动的少了嘛 说的多了嘛 呃 相比之下呢 这次去呢 我的年龄呢 还是比较年轻 就是多做点 多复述一点 就包括我们跟那个南美 南美名领队 那个卡夫 他们说 卡夫怎么弄不了 怎么办 我说我上去弄的 我上去撞他身上 自己塌回来 然后回去以后呢 这帮老大人就开玩笑 说哎 怕他 回去好好练 现在啊 卡夫你都治不了 对 卡夫是70年的 还要再大一些 还要再 就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一起 还是过去 对对对 那谁是身体最好的呢 杨诚吧 您是99年最佳射手足球先生 但2002年世界杯 却没有入选 说实话 心里有没有 非常的怪迷路 有 这个呢 在我去俄罗斯之前呢 在上海呢 我呢 跟米卢呢 接触过一次 因为米卢呢 受受邀 也到上海了 当时的时候呢 我去他 那个那个酒店 他敢见您吗 哈哈哈哈 又不是孙几海 哈哈哈哈 老孩也挺紧张的 挺紧张的 胖子来看我 你来干什么 然后我一抄门呢 我进去以后呢 就是里边很多记者朋友 还有一些他过去的这些老朋友 然后呢进去以后 他看到我以后 就是柏拉呢就很惊讶 这个老人呢 他非常睿智 就是说他第一个 他的表情非常丰富 对 然后他说哦 去 然后呢 跟他打完招呼以后呢 就是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哎不是 是晚上请他吃饭 我跟深思秀 我第一个问他 我说 我老 我说当时我状态这么好 足球先生 睡觉 我说你为什么不用 他说如果说你 当时的表现像 现在这么好 现在这个心态 心态是吧 嗯 然后 另外两个 也问了 说那不用我 哈哈哈哈 这个下去再说 哈哈哈哈 如果当时心态好 您觉得比如 要是选您入选的话 把谁能顶下来 就是说我为什么 这么欣然的去参加 这次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明星 这个比赛 嗯 也是圆自己一个梦 就是说当时呢 因为年年少轻狂嘛 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 是吧 跟老民呢 也闹面了 说完了 三次退出国家队嘛 当时闹出来 新闻也写 然后回到俱乐部 又打比赛 又进球 所以说 当时的心态呢 就是一种自信 非常饱满 但是呢 你因为这种冲动 付出的代价 这一辈子 对 你也打不过来 因为人生 可能只能参加这一次 那这次是你 尤其是中国球权 对 对 这次是你 这次是你 那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情报战环节 有没有什么绯闻呢 谁啊 这是绯闻 好 来自同济大学的热情观众 曲先生说 说王先生有一次 在队里打PS2 骗自己过来一起玩 结果把我虐得好惨 因为我有的时候去食堂 对 对对对 吃完回来看他们都在房间里边 哪里玩 自己 其实我不会玩这个 然后我们俩都说 来大哥弄一下 说手提不过你 这边还不受 谢谢主要 然后我说来吧谁 帮谁啊 这个东西真不错 这个可能就是吃完饭 看您从门口走去缺个陪练 来来来来 是不结事的 没赔钱 没赔钱 最有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当我走出去以后 门一滚来里边掠人 太开心了 总算出气了 另外一个 这是来自于上海某富商王先生 曲盛青身体素质特别好 前一天喝大酒 也不耽误第二天进球 不是关键吃虾厉害啊 吃大闸蟹我跟你讲 我能吃20个 我的妈呀 一顿六两以上的 吐壳嘛 那得喝多少酒 对 关键对 那得喝多少酒 那时候吧 酒量还可以 当时就喝不过好酒 东北的你知道 就喝啤酒 啤酒白的 关键能喝这是第一 第二天 不耽误第二天进球 行酒行得快 关键是时间 我们一般在喝酒 就是说晚上吃饭 对吧 朋友在一起喝点酒 放送一下 然后睡一觉 那个时候身体是 身体确实也好 对 排气快 就是说 睡一觉起来以后 也没有多大问题 然后关键是什么 第二天是晚上吃饭 这样的话呢 你到第二天的晚上呢 将近有 十六七公斤 十六七公斤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不过呢 那个时候呢 确实是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呢 对于这个身体这方面的叫什么 叫叫叫叫掌控啊 对保持保持啊 就是比较差 然后后期的时候呢 伤病就比较多 但是我是不赞同现在的运动员 跟我们过去的运动员相比较 现在也是越来越职业了 不一定要职业 一定要职业 对 这批人从小 也是算是从小一块吃过苦 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吧 兜里有二十块钱 可能三五个人分着 真的是这样 像王亮也是05年试听赛 对 那个时候 踢入来了 然后那两年好像在圣花还不错 出来我算是跟着胖哥那种 我算是包括我小毛 告诉我们算比较早的 早的上一堆了 就试听赛 其实那会儿已经上一堆了之前 对 就我们那批 第十届全员会 对对对 那是车中有毛门将 余海 二十号我踢现在 我还认识挺多的 这里面小海在踢 完了高林在踢 郑涛在踢 顾超在踢 郑涛 郑涛 18号冠冠 那个陈雷 陈雷现在还在重庆 19号那最左边那个吗 对顾超嘛 十四河南建业的那个主力中文位嘛 赛场是预员 这是那个原生 原生 我觉得你们是冠军吗 还是第四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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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山东是冠冠 山东是冠冠 对 眼泪快出来了啊 我看到了 刚才看到 回忆过去了 对对对对 回忆回忆这个确实特别美好 但是但是后来感觉 慢慢的可能因为有伤 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有伤 就是有伤 而且他们那边主要我觉得 跟那个联程合并那个事 其实对他们这笔学员影响很大 挺伤的 是挺伤的 因为英国国奥 国奥我们那边打架那回 对就在那 那时候高林 高林小沈 他们几个天天就在那嘟囔 哎呀我们要合并了怎么办 天天跟娘见到 东迅的时候 那个大家来一个就是技能训练 咱们现在叫的技能训练 技能训练 就是说完了一对抗 完了以后一排 教练在那个小纸条上面都排不了 完了一爆 左边前那也七个 右边前那也八个 后腰十亿个 第一天训练 教练都没倒过来 他还以为他能倒过来的 完了以后他一看这样那哪行啊 那分上下五练 一个球队基本阵容在四十八人配位 对 那你两个球队将近小一百 对真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当时经历的这些就是说 当然路上跟胖哥聊这个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当时那个环境 这个不是你造成的 也不是就是他们球队造成 任何一个球队或任何一个管理造成 当时就是得要合并 那怎么办 就是当时那个现状就是要这样做 你没办法 没有是谁愿意的 人家也不愿意啊 人家也想我合并 跟谁合并不 跟生花队合并 你看是不是 对啊就是这样 所以刚才我们说足球像人生一样 很多时候不是你控制的 对不是控制的 他发生了你只能说 我去接受的 然后我去调整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一合并之后 我这可能拔字啊 就是可能串 完了以后关键是我去哪个队 对啊去哪个队 完了以后就揪钱 完了到后面深圳那一年 在那个现在的这个投资方加入之前啊 就之前叫红钻对吧 甚至红钻 就是红钻那会儿 就是我当时就是 对里的年轻队员都说 因为当时足协仲裁 就必须得要全队签名 当时因为我也是考虑到 因为都签人家还得踢 我那时候因为膝盖已经不好了 特鲁西安后来走了以后 后来就是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确实我想再踢的话 可能这个膝盖确实是受不了了 而且当时那个年代 不管是工资啊各方面啊 都是没不像现在 就全是钱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钱 对 所以就是我媳妇人不老说嘛 你这人不回来了也就算了 你这钱也不回来了 那你就 那时候 对于那时候的身体 对 关键是 王栋内心没跟你们聊吗 就是开玩笑的说 亮哥你千万别再回来了 你再回来又欠了 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 调侃的意思 对对 调侃的意思就是 你一来老亲姐 你不来 你看我呢 你看 就是有的就远走哪儿 哪个队降级 有这个梗 有这个梗 但是问题就是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坎儿 就是说 一个队员可能就是 可能我觉得 我的职业生涯 29岁 可能就到这儿了 可能真的是会有另外一扇门 给你开起来 当时我离开足球 做这个老板说的这个 开馆店那个 真的 我原先是一门星子 是不想再跟足球有关 但是当时退役之前 还有队要找我去 但是我后来想想 确实包括延边也找过我 但是确实没去 因为我觉得 当时又是韩国教练 我一想我这腿 他老给我干12分 我能受到 所以你这个队 这半月板的问题 天天就是这样 对天天就是这样 关键是所有队都在昆明 人家还敢 人家都结束了 他们还在那 他还在那 我叫我 老就算了 我这腿盖是什么 就是到后面半半半 没了一摘除之后 就是全是软骨在磨 那个我们那个教授 该说嘛是不是 你这腿盖里 长期有30毫升的 那个腿盖在哪 对 那个时候是对足球失望了 还是说就是 我觉得没劲了 失望是对自己也失望 就是真的是 就是说 我当时有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有一个老大哥吧 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当你自己总觉得碰壁的时候 你不要老想周围的环境 你得问问你自己 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就在想 我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 当时你觉得恨吗 肯定恨 你说谁不恨 对不对 而且关键我14年 年底退完之后 15年开始足球好了 哎呀 这人真抓 有没有拍大腿你拉出来 所以大家伙谢谢我 我要还在 可能16年才好 有可能 真的 那之前很多的 来我们这嘉宾 上那次王鹏知道了 早知道现在这么好的话了 当年腰肉牙挺一挺 挺过黑暗时期 就能赶上这个春天了 咱俩还聊个主题呢 古彪 谁知道明天 腰肉牙 明天就好了 明天就不绿了 明天就不绿了 明天就没走 没走 一直绿 完了都是消息 都是消息全套路 全是那 对 那个时候大环境 对 身子是差 欠心不很正常吗 对吧 不欠心 你好意思说自己是中朝老板 开玩笑吗 那个时候好像真是这样 都那样 打白条太多了 对不对 那时候都有倒卖白条里说 对对 那时候深圳的事吗 是有这个事吗 说你们深圳队不是不发工资吗 王栋说的 对 我就是包换了 不然我那包里还有呢 我得存着 以后给我儿子看 你看你爹以前老婆 你欠钱 对 俱乐部欠我50万 这样你30万拿走 你先给我30万 对 这有点意思 真的 当时那个时候 大家相互调侃就是怎么样 所以 为什么刚才一直说 中国足球在进步 它现在越来越好 越来越大 越来越故意赚上去 对吧 你门槛越来越高 你就这样的事就少了 这只是一个时代 毕竟中国足球 不会因为一个人 或者一代人进去 对 所以说我们要坚信 中国足球未来肯定会越来 肯定好 对 区道还有一个标签没说 是 好像就是澳超进球的 第一个中国球员 在澳超进球 阿德莱德时期 对 跟罗马里奥当过队友 真的吗 真的吗 当时不是说那个 最开始去 其实不太好 喝酒也早早跑了 那时候也不会外语吧 那时候 左手右手都不会 人家说 恨我 你就执行 哈哈哈哈 当时呢 其实呢 就像洪亮刚才说的 就是说 其实对足球吧 已经失去了兴趣 就在中国啊 就完全失去兴趣 就觉得踢球找不到乐趣 嗯 但是呢 又又觉得呢 说你这么早退吧 觉得有点 可惜了 有点可惜了 但是呢自己呢 又找不到一个好的环境 大环境 比特 他以前在太阳神 打过两天 嗯 他记得我 嗯 他在网上看到 看到以后呢 他就通过这个 宝宇军 嗯 就联系我 打过他弟弟 哎 我想要澳大利亚 没去过 哈哈哈 那行啊 去呗 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一视讯 棒棒棒 表现还不错 就那个时候刚刚停嘛 就是中国联赛刚停 他们那边还没 还没开始 所以说 你身体创的正好 对 然后就这样 就形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转位 他生花也挺奇怪 生花已经 找了 找找两个地方 定理租借出去 然后选择 澳超 这也要感谢 他也就是说 他也放弃了很多 对 因为澳超没钱嘛 他没钱 他就租借费很低 就给我输出去了 他也为了 因为我也在生花 打了这么多年 他也完成自己的心愿 去了 去了以后 第一年就要 真的是 人生地不少 我们在西德尼那个 那个打点岗 就是搞那个 宣传那个 因为第一年的 澳超的 就是职业化 第一年 割杆上了 对 对 便接人 你给我命好 然后去了以后呢 就是人家都不理解 所以你看 因为有民格限制 一个球队只能有一个外援 那个也有 当时 我去第一天 newspaper就报一个 说中国人会踢球吗 我觉得中国人哪会踢球呢 就是我们牵了一个 中国中超的什么外援 怎么出家射手 叔叔先生 怎么怎么样 国家履历怎么怎么好 但是呢 人家newspaper就不承认 就去看比赛 看比赛呢 很可惜 我又受伤 没提上 上不了啥 我们那组教练 才当时那个压力老大 他也后悔了 对 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 当时他说 他说我前提的时候挺好的 你怎么来了就赏了 怎么能受伤 他也 有压力啊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不行算了 那个教练啊 我说跟他叫boss 我说不行 就打倒了 回忆得了 他看我看很奇怪 他说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在8月15我记得 正好是 也是中秋五 中秋五 我们客场对那个 破识 破识包容 然后呢 我当时腿呢 是有伤嘛 去了以后呢 我们上半场是 1比0 然后下半场是1比1 我们那个 有一个被红盘滑下来 滑下来以后呢 我就跑到教练那边 我讲 我可以 他其实一直让我 在做什么的活动 他问你对你行不行 我问你啥 对你就不签字 嗯 有点老外的对意思是这样 他问对对 他说你不能百分之百 他就不签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我签 我自己签 对我坏了 碰第一小球 进球 有今年 确实比你好 对对对 2比1 凌霍斯 下飞机回来 第二天在海边 所有的队友 我们就在沙滩去练 之前喝咖啡 主教练端了杯咖啡给 哎呦 这个时候地位就不一样了 所有人都在 school Bloody 就这样 后来越体越好 从管你取到 to keep 都 visa 对对 那年是进了7个 столько 对一整年 还是长发飘飘呢 这个是我那个搭代 真是看出来就是意气风发了 这种表情就是还有谁是不是 这个城市最好是弗兰德从右路带起来 把球场面有我左脚打了一个外脚杯的心球 然后他们就说给我起了外号叫Magic 后来呢后来我们罗马里奥呢 他来 这个马哥太厉害了 他来呢其实呢整个澳潮都爆炸 无狼嘛 他就不说话了 性格球员嘛 你像南美球员你们俱乐部也有就很张扬的 对啊很热情 跳舞伤疤 他们有 就是很冷漠很冷漠 说话很少 把自己来当时带了 带了十五和不十七个水行人 这绝对来 来了以后自己的按摩室 然后自己的这个 那个火锅铭阿克的那个那个 对体能教练 体能教练 他整个的所有到训练场上所有的一切 前面三十分钟只属于他自己 我们教练站在场上都骂了 教练不太靠近了 妈的 他才不会管 他不管你 他就核档里边有的 他就这样 主角练快疯了 能力也没 但一上场就进球 没办法 没办法 就是厉害 主角练只能闭嘴 踢了多少比赛 好像进了四个吧 只要在进去里边 能碰到球的地方就能看到他 进去是吧 跑得很少 但银的节奏太好了 妈妈要给我们调鸡尾酒 没看过我们节目是吧 看过 有没有灯火什么的老板 胸口碎大石 别吵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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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口味啊 棒 少了少了 来加七赶紧 赶紧一起 这是醋吧 这是醋 这是什么 这个是黄酒 哎呦 酒你来点啊 来点 我亲爱的队友们 你们赶紧来啊 哈哈哈 你心脏不定了 来来来来来 三位陪一个陪一个 哎呦呦呦 赶紧喝一副这个帅帅 好 那我们小剑马上就要打样了 这个 呃最后呢 要喊出我们中超脱口秀的口号 中超脱口秀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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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下来了 99年因为你们夺冠了 我是山东球迷 所以今天就不用不用您结账了 今天算我买单 好吧 你也该买我跟你说 好第一次买单 好的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先过先过 谢谢老板 从Mr.张 张修为 张修为说 以前跟帕拖打乒乓球